在塞麗町一期李隆鄉有幾個條農水路 因為年久失收白水失靈 讓最近做紅台時常常印水 做新農民嚴重的損失 為處立委中家軍特別邀請農田水利息 到現場會堪 希望改革鄉親的困料提醒生活評價 塞麗町李隆鄉有很多農水路年久失收 一路後的印水做新農民損失 為處立法委員中家軍事邀請農田水利息 到行政會審 希望來改善農民的問題 現在若是比較大的河水的搭檔 所以對農民的農作物生產量就翻賣了 之前都會淹水淹水 現在就是因為做好之後白水 因為這條稿有幾條白水是回家來的 所以現在做好之後白水會改善白水 就比較不會淹水 加思說防汐的時間 水都會關在我們的 八省的產量 所以造成八省的很大的損害 這處特別加進立委 聯合到我們中央這些主管單位 白水給我們改善一下 讓這些農民 以後在作息 比較不會受到水質的損失 這次農水樓改善價位包含 塞列頂保存消費2.6、2.7 7則消費1.3 以及2輪向大於水道2.1 4條農水樓的總經費有1300萬 中在第二季農作物修身後來西港 委員跟農水署這邊有協議 在日期祖結束後來進行西港 因為日期祖我們的當水 我們的工廠在四座的時候 比較不會受到水的影響 在冠中、打霧 或是在空欄或空欄的時候 會比較好完成 在整個農水署 在整個鎖鼠的工作站 以及整個嘉峻委員的協助之下 今天特別的班醫師會看 我相信說 在整個 每年的只要颱風季節 這條排水就會造成淹水的狀況 希望在未來 在我們嘉峻委員跟農水署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可以完工 感謝我們張嘉峻委員 跟我們農水署 農田水利宿也標示 這次會看後 將會馬上來進行幾月 將期待有四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會在明年農曆過年周遊來完工 我們會看之後 我們會請同仁 馬上做測量設計 希望能夠在二旗座收工後 能夠順利來開始施工 那今天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就是在今年二旗座這個採收之後 趕快盡速來施工 那也要感謝我們的這個張地的里長 他很迅速的 把這整條水溝會經過的這些住戶 都蓋出了同意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很期待這條水溝做好之後 能夠給農民帶來一個 工作上可以更安心 然後可以住戶 也可以在這裡更安全 期待這四條農水路 都可以順利完工 改觀農民做產時的困擾 記者的下衣心裁縫補兜 再三個眼 再三個眼 感谢观看